本周末国家队比赛将告一段落,英超联赛重新开战,国际赛前重回胜利轨道,等曼联需要努力相分,补上此前两连败挖的坑,曼联目前只击6分排名第10, 不过只需一场胜利就可能攀升,到接近前四的位置,而且,在10月份中旬下一次国家队比赛间歇前,曼联和曼城赛程上相对占优,恶战比利乌普、切尔西和热色更少,曼联本周六将做客本赛季英超大黑马沃特普德,后者开赛后好取四连胜,直比利乌普、切尔西,而这场比赛可能是曼联未来一个月, 在英超最困难的一役,下个月中的国际比赛日前,曼联有7场比赛,包括4场英超,2场欧冠小组赛和1场连赛杯,但球队不需要碰上任何英超或者欧陆的豪强,跟曼城一样,相受频密但不艰难的赛程, 英超做客沃特普德后,曼联的另外三场比赛,是主场打狼队和纽卡斯尔,另一个客场是挑战西汉姆,后者至今一分未得,在英超跌底,而在下周三开战的欧冠,曼联首轮做客瑞士年轻人,第二场则是10月2日主场对瓦伦西亚,不会遭遇小组赛种子对尤文图斯, 6分是主帅穆里尼奥必然的指标,因为随后两场欧冠,就是主客场大战游人了,英格兰联赛杯里,曼联抽中主场对英冠的德比骏,也不难应付,最大看点是教练席上的穆帅与昔日弟子兰帕德挨手腕,不过,曼联必须避免英沟里翻船,向赛季出作客二到三步,迪布莱顿那样,与之相比,曼城虽然赛程也相对轻松, 但下个国际赛前,要做客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,那可是一场硬仗,利物浦则赛程艰难,周末做客热刺,欧冠迎战巴黎圣日尔曼,随后英超打完南安普顿后,就是连赛杯和英超连续两场逐合场面对切尔西,接下来则是欧冠队纳布勒斯,英超队曼城,几乎常常都是强队,热刺的赛程,没那么可怕,但也要面对利物浦, 古米和巴萨三支强队,至于切尔西和阿森纳,因为无原本赛季欧冠,他们的赛程较为理想,其中,切尔西也要两站利物浦,不算轻松,阿森纳的赛程则可以说最为惬意,最大的障碍是长途跋涉,做客阿赛拜疆的欧联杯比赛,但完全可以上二队,万联赛程, 9月15日英超做客沃特福德,9月19日欧冠做客年轻人,9月22日英超主战狼队,9月25日联赛杯主战德比郡,9月29日英超做客西汉姆,10月2日欧冠主战马伦西亚,10月6日英超主战牛卡斯尔曼城塞城, 9月15日英超主战富勒姆,9月19日欧冠主战梁,9月12日英超做客加蒂夫城,9月25日联赛杯做客牛津莲,9月29日英超主战布莱顿,10月2日欧冠做客破分海姆,10月7日英超做客利乌普利乌普塞城,9月15日英超做客热刺,9月18日欧冠主战巴黎圣日尔曼,9月22日英超主战 南安普顿,9月26日联赛杯主战切尔西,9月29日英超做客切尔西,10月3日欧冠做客纳普勒斯,10月7日英超主战曼城热斯塞城,9月15日英超主战李悟普,9月18日欧冠做客国米,9月22日英超做客布莱顿,9月26日联赛杯主战沃特福德,9月29日英超做客哈德斯菲尔德, 10月3日欧冠主战巴萨,10月6日英超主战加蒂夫城切尔西塞城,9月15日英超主战加蒂夫城,9月20日欧联杯做客希腊萨洛尼卡PAOK,9月23日英超做客西哈姆,9月26日联赛杯做客利乌普,9月29日英超主战利乌普,10月4日欧联杯做客匈牙利雷迪奥顿,10月7日英超做客南安普顿, 阿森纳赛城,9月19日英超做客纽卡斯尔,9月20日欧联杯主战波兰沃斯卡拉,9月23日英超主战埃福顿,9月26日联赛杯主战布伦特福德,9月29日英超做客沃特福德,10月4日欧联杯做客阿塞拜疆卡拉巴赫,10月7日英超做客富勒姆, 阿森约 В两位 握支撑期待の安裝稿 阿森约赛桃油和内容 阿森约赛沃特福德,10月11日英超今朝聖杯录奥奥奥等罪 阿森约赛沃特福德,10月17日英超市全家估杯 who算给您記者的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